你好,这里是旧事爱玩股 旧事爱玩股是由玩股网筹备发行 玩股网是全台最大的投资教学与资讯平台 成立Podcast是为让更多投资人 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投资观念与技巧 成为市场赢家 嗨,我是楚狂人 今天想要来跟你聊一下 投资是否成为市场赢家的关键思维 还有就是发现市场有在炒作新题材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冲进去 第一个想要跟你聊的主题 就是我们来聊一下 投资的周期跟几率 我的终极波段 前三年的示范绩效还OK 三年我们赚了上万点 这个我想你如果有在follow我的 应该都知道 但是今年操作就比较不顺了 我记得前阵子 七月份有一笔单 我们停损以后 我就做了一个检讨 就检讨我自己 这一次进场会亏损呢 其实是因为我在获利出场以后 并没有按照我课程中规划的 出场观望一阵子之后再进场 我当时是说 这一笔空单的复盘啊 我检讨有做错一件事 原本我之前操作在出场之后呢 都会要求自己要空手观望一段时间 等下一波趋势出现在进场 但是这一次啊 我距离上一笔多单 我们出场才没有差几天 只是因为我想到说 哎呀之前都是示范 W底做多 没有几乎没有示范过M头做空 所以呢我就进场了 严格说起来 这是违反操作原则 所以啊这一次就被市场惩罚了 那可能就有人会想要问说 如果遇到明显的进场讯号 还一定要规定自己出场以后 要观望一阵子再说吗 那这个就回到我之前在 Telegram频道有说过的 我的操作哲学呢 就是宁可少赚 尽量不要因为FOMO去赔到 原本可以不用赔到的钱 所以以我的操作哲学啊 当作依规的话 的确是就算看到明显的进场机会 我也要放掉 那后来啊下面就有学员回复说 我们2022年做示范单 8月出场啊 出场4天以后 我们就再进场了一次 然后那一笔单呢 就赚了1750点 那他也有赚到那一笔 所以他不觉得这一次我做错了什么事 好我们先谢谢这位学员的支持 但其实啊我在EP233 就是第233集 我就有讲过这个观念了 当时呢就是因为有几个学员来问我说 我在课程中啊就有再三强调 自己用终极波段交易策略来做 如果有一笔单结束了 不管是落袋为安还是停损 我都会空手观望一阵子 不会急着进场 但是最近似乎我一笔单出场以后 我很快就在进场 甚至直接反做 是有什么考量吗 然后还是说 课程的内容有需要调整吗 我当时在EP233节目里面 我就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其实我还是觉得出场以后 是真的要停手观望一阵子 没有错 课程讲的其实并没有变 那我会把空手时间缩短啊 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苦衷就是呢 我当时的示范单 因为已经做了两年多嘛 然后不管是学员 还是还没有加入学员 还在看我准不准的 都很关心我的操作 甚至有很多人是直接跟单跟起来 那这种跟单跟起来呢 就会遇到一件麻烦的事情 如果出场以后 然后我就保持空手 那就会每天都有很多人 跑来问我说 楚大你觉得这里 是不是可以先进场了 或者是楚大你觉得这个形态 是不是有符合进场条件 我要不要现在进场呢 那我要不要设滤网呢 我就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说 我觉得这里不符合 我课程的进场条件 学员呢 我当然就是请他们去看课程 那不是学员的 我通常会跟他讲说 其实你要问的问题啊 课程里面都有 然后就会有部分人 不管我讲什么 他就是要冲进去 然后但是这些人呢 很可能就是免费载 所以说他根本搞不清楚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他用的方法根本是错的 然后冲进去就满头包 或者是该停损的时候啊 他按不下去 明明是小赔的单 他搞成大赔 那我就就是一次两次三次 我就会难免想到说 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做示范操作的关系 反而害到人 所以我就纠结了很久 那最后呢 我就一心软 就想说好吧 与其让大家乱做 那不如我来示范一下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盘 我会怎么做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遇到盘是不顺 停损了 可能跟单的人啊 会比较愿意跟着停损吧 那为什么策略要特别设计 出场以后要空手观望一阵子呢 我当时节目有讲 因为我这一套策略啊 我们就是要赚 趋势要赚波段 出趋势以后 我们可以买低卖高 或者是高空低补来赚价差 那要赚波段的价差 除了要有好的策略以外 还有个大前提 就是市场要有波动嘛 起码要有价差给我赚 我才能赚得到价差 如果根本没有趋势可以做 根本没什么价差 每天都是 不然是大盘整 不然就是小盘整 不然就是中盘整 那原本的顺势交易策略 就一定是赚不到钱的 而我操作台股二十几年的经验 告诉我 台股一年里面呢 有七成以上的时间都在盘整 只有两到三成的时间啊 是走趋势盘 所以走完一个趋势之后 接着走盘整的几率 一定是比较高的 直接趋势盘后 再接另一个趋势的几率 一定是比较低的 你自己把台股的K线拉出来 你就一定看得出来 那台股的这个尿性啊 就是这个样子 趋势接盘整 盘整接趋势 大部分是这样子了 所以像去年那种情况 2022年的情况 我当时是怎样 当时是六月赚了一笔 1100点的空单 然后没几天呢 又再赚到400点的多单 然后很快迎来另一波大跌 我们又赚了1900点的空单 那这个就属于少数的特殊情况 没有经过整理 他就直接一个波段 接另外一个波段 但是去年这种盘啊 算是小概率事件 我们不能预期说 过往多年台股都是盘整占七成时间 突然有一天变成全部都是趋势盘 然后直上直下 就是把去年的特例当作通责 铁定是会撞墙的 甚至啊 我当时就预告说 我已经可以预见我明年 也就是今年啦 我们2023年 会很可能会因为没有在出场后 空手观望一阵子 然后让我去赔到原本策略 根本不会赔到的钱 结果好死不死 真的被我自己说中 就是真他妈的 那我讲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想要分享给你 交易是周期性的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 我在EP225的时候 有跟你聊过 当时是要分享 Hardmarks的这个 投资最重要的事的那本书 他里面有讲到一个重要投资观念 就是交易啊 它是有周期性的 细节我就不提了 你自己去听一下EP225 我想要讲的是说 你看哦 一般来说啊 我们讲说 这个交易的周期 就是可能是熊市跟牛市交替 或者是不同商品间的强弱变化 或者是不同题材股票的强弱变化 但是除此之外 做指数波段 其实最常碰到的是 趋势盘跟盘整盘之间的轮替 它也是一种周期循环 就是盘整盘走一走 走趋势盘 趋势盘走一走 走盘整盘 那我的终极波段呢 可以在趋势盘的时候赚钱 那盘整盘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些机制 所以它尽量不亏钱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能赚到钱的盘 它一定就是趋势盘嘛 因为我刚讲 只有趋势盘的时候 是可以赚钱的 那盘整盘是尽量不亏钱就好 所以我能够赚到钱的盘 就一定是趋势盘 然后我能够获利出场以后 就是代表我这一段是趋势盘 起码之后有70%的几率呢 是要走盘整盘的 那我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空手观望一阵子 一阵子是多久 我们先不提 但既然空手观望这阵子 大概率是走 我根本赚不到钱的盘整盘 那就代表说 我尽可能多空手一点时间 我不容易赚到钱的 盘整盘的时间就过了一些 那就更接近 我可以赚到钱的趋势盘一些 这边有点绕 你到时候可以再多听几次 你看 我策略会这样子定 就是因为我们从 几率跟周期循环的角度切入 我让自己在相对低胜率的时候 尽可能在场外观望 在相对高胜率的时候 我才进场操作 这也是我前两天 在终极心法班里面讲到的观念 要怎么开发策略呢 其中一个思考点 就是这个策略要让我处于一个 很容易赢 很不容易输的状态 那这个大原则定下来以后 剩下的我们就交给时间去处理 因为时间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就像我每次举的例子一样 操作要怎么样成为市场赢家 你就是要让自己 像是赌场的老板一样 每一种的赌博游戏 赌场的胜率都会比赌客高一点点 然后利用大数法则 时间跟次数增加 赌场做久了就一定赢 一定赚钱 因为你看每一个赌场的老板 都是富可敌国 从来没有听过哪一家赌场 是经营到亏损的 除非是之前疫情的时候 那个是算特殊状况 好这个是第一个想要分享给你的主题 其实这一段的内容很有价值 值得你多去想一下 多去听几次 我觉得会对你 订定操作策略会很有帮助 好讲第二个主题之前 那最后提醒一下 海棋之王获利的社团 你可以跟胜率九成三个月就翻倍的超级高手学习 请务必把握这次机会 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获利 这个家伙明年还会不会突然又跟我说 他不想收心声了 遇到这种就是自己操盘赚太多 完全不缺钱的团长 我也很头痛 然后精英班除了实战班所有权益以外 他还会多教食堂的台子骑实战盘式解析 然后还有再教你一些这个城市交易的东西 那我把社团介绍放在资讯栏 好第二个主题呢 我是想要跟你聊一下 跳跃虫洞在理论上发现有可能实现 那我们要去追概念股吗 好了跳跃虫洞概念股其实是开玩笑的 如果你是马上跳起来就要已经在Google 有什么概念股是受贿的 先跟你讲那个是假的 我是在乱哈拉的 但其实啊我讲这个的背后 都是你可能已经很熟悉的台股炒作SOP 台股炒作SOP啊通常是这样子 先有一个新科技或者是新题材发现 例如说像前阵子不是在讲什么超导体吗 那新闻才刚刚报说 有可能还没有实验室查证 结果概念股们就纷纷的这个一两根涨停板了 然后没几天 好几个研究单位说 其实根本是做不出来的 报告下架 然后结果股价就瞬间从涨停到跌停 有人就问我说 楚达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果然还没有贡献到实际营收的话 这种炒作的新题材还是少碰为妙 好那我自己呢是不会去追这个东西 但是不追的原因啊 是因为我没有空去研究 而且我也过了那种追求一页翻倍的阶段 但是如果我以前本金还比较小的阶段的时候 我现在的自己会建议当时的自己 拨出一小部分的资金杠杆开起来试试看 为什么 因为人无横财不负 你随便掐指一算 这几年自己曾经错过的腰股跟题材 你随便追到一个 大概都可以让你少奋斗十年 不管是比特币啦 还是航运股啦 还是AI股 其实都算是 就是涨很多倍的那种 那这种股票啊 一开始炒作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它未来会对营收有多大的成长 多大的这个帮助 但是炒股炒股嘛 像前两年炒作元宇宙题材的时候 根本就还没有什么实际营收贡献 结果股价一样涨翻 但是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 会不会是一场骗局 还是会像超导体一样 从涨停到跌停速度太快 所以只适合你用小钱去赌一把 就像我之前分享过好几次的 一般人啊 要怎么样快速翻身到赚到几百万 我身边所有做到的人 都是用小资金去开杠杆 搭配 好就是刚好适合的行情 然后啪一下的 就是赚上百万 甚至赚好几百万 所以流程会是这个样子 看到市场上呢 再开始炒作某个题材了 你就可以先配置一个小部分的 一小部分的资金 开杠杆切进去 管它是真的假的 反正先跟一波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题材是假的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嘛 我们愿赌服输 这笔单我们就认赔出掉 但是也会有一些题材呢 它会持续上涨 例如说航运股就涨了20倍 那AI股呢 也有好几家涨了5倍10倍的 那这些跟对的题材啊 我们就持续做上去 会建议小资金的人 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台股几乎每年都会炒作一两个 甚至是更多的 这个暴涨几倍的题材 所以年年有机会 然后呢 用小资金去做 不要all in做 出错也不会让你一次毕业 所以其实很划算 就算你之后啊 真的是你的本金已经到 已经比较大了 你还是可以切一小部分资金出来 是专门做这种股票 然后大部分的资金 就是走稳健路线 这样子的话遇到什么意外 好你了不起是皮肉伤 但是你可以赚到的话 就是一比几倍的 那就是很补 上次不是说有人在我教这一招 就是以小博大的 这个方法的YT影片下面留言说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赔了钱 我要赔他吗 我赔他个大西瓜啦 要操作大赚钱 一定是要承担风险 这是一定的 没有什么 不用付出只拿好处 天上掉性饼这种好事 有也不会发生在你我头上 当然也可以不用走这条路 你就乖乖的存ETF 每年就是拿他个 每年这个平均8%的投报率 只是这种投资是真的有点慢 除非你是愿意那种慢慢赚钱 或者你本来就是本金够大的人 不然我觉得一年8%是要赚到什么时候 才能财富自由 对一般的小资族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像我在我的YouTube的影片有讲过 巴菲特让他儿子存ETF就好 那是因为他本金超级大 但是本金有限的我们一般人 我们就要把握题材操作杠杆 我身边从小资赚到几千万以上的 这种的亲朋好友 或者说是一些业内的人 全部都是这样干的 没有例外 想从投资赚第一桶大钱 很高比例是什么 就是运气好 他又开了杠杆 那我常讲的这个技术跟策略 当然也很重要 但那个是比较长期的关系 你学好了策略 学好了技术 你很有可能之后可以 时长是可以一年赚三五成以上 话说回来 是什么可以推动 运气跟杠杆能跑起来呢 其实就是胆势 你敢在市场里面下注交易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胆子 人在本金小的时候 胆子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简单整理一下 在本金小的时候呢 要想快速从几十万翻到几百万 甚至更多 唯一的方法就是拿一部分的资金杠杆起来 去做提材股 做到就翻上去 没做到就快速停损 没有胆子赌一把的 那你就认分的接受一年八%这件事情 慢慢的慢慢存 然后想办法从本业赚钱 冲高本金 如果你能够一次投个一两千万本金 那八%获利其实也还OK啦 那如果想要快速获利 又不敢赌的 那怎么办 我们先去洗个澡 然后到床上躺平 眼睛闭起来 梦里什么都有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 就算我认为是一把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现在听到的感觉是 哇 楚大鼓励我赌一把 然后你就赶快去解定存 然后卖房子或者压房子 甚至是这个反正就是借钱来赌任何东西的话 你先等一下 我没有说我支持你这样干 你赶快回去把我们刚刚讲的重新再听一遍 我刚刚一直强调的是小部位的资金 你承受得了风险的小部位 你还得起的小部位 不会让你违约交割的小部位 不会让你老婆孩子半夜要跟你跑路的小部位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赔掉也不会对你生活造成毁灭性影响的部位 你真的是投太大进去 保证你一定不可能淡定面对的 因为随便一个风吹草动你就吓尿了 所以很容易会被洗掉 就算真的有行情 你也一定赚不到大笔的 好 我们再延伸出来讲一下 所谓胆势呢 其实有分很多种 分的两种了 一种是所谓的傻大胆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出生之赌不畏虎嘛 就很敢操作 很多前几年的少年古神都这样 幸运一点的 也会因为好运加上开爆杠杆就翻了几十倍 但是碰到逆风盘 99%都会全部吐回去 甚至赔光然后再负债都是有可能的 另一种胆势啊 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个游戏在怎么玩了 你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你知道游戏规则 你了解风险 你了解报酬 然后你愿意在你承担 可以承担的风险的时候 的前提下去拼一把 即使输了 也不过就是皮肉伤 还有机会 然后你也愿意再继续尝试 那真正卡住你的呢 就是好像什么都懂 但是又好像没有这么懂 没有真正懂风险 又不敢冒险 成了一个这个没什么本金 然后我又想零风险 我又梦想发大财的人 那投资啊 其实没有这种好事情啊 只有诈骗集团才敢给你这种承诺 或者是我只能 这个没有那么直接的鼓励你重新投胎 成为富二代 那这是很明显的逻辑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人想不通 但是反正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那我后来就比较看开了 人啊 都有各自的机缘 我呢 就继续能够就是分享我会的东西给大家 那哪天他想通了 再回来重新补节目 也不算太晚 那也请你帮我分享给你身边有在做投资的人 说不定呢 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就是讲的东西 就是他刚好很缺的东西 下个结论 我认为啊 新题材是可以追的 当你本金小的时候 你更应该去把握这样的机会 本金大了以后呢 你依然可以拨出部分资金来做 在进场前先订好进出场的策略 然后每天花时间去研究市场热点题材 那我确定这个是有效的方法 所以分享给你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来看一下听众的回馈 第一位听众 他说我是除粉 小弟对于新法课有个小建议 希望以后 希望可以做个分类会更好 例如说 这个输家策略 输家的分类 赢家的分类 多策略的分类等等 那不然半年过去文章一定一大堆 那等到 然后看完文章 希望可以显示已经读完了 搜寻功能呢 可以参考购物网站 依新旧分类 依种类分类 好 其实新法课啊 我们本来就有分类的功能 就是你心理想的那种分类 就是输家系列 赢家系列 多策略系列 开发策略系列 在哪里呢 如果你是用手机看 分类啊 是在画面的最下方 如果你是用电脑看 就在画面的右侧 像你现在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开发策略 已经有四篇文章了 然后 输家特质呢 有三篇 多策略操作有两篇 赢家共同点有两篇 等等等等 那看完文章 要显示说 已经读完这篇文章的 我早上有已经先反映给我们网站企划同事了 反正你先用用看 有问题随时在跟我讲 好 下一位听众 他说 楚达你好 昨天听了你的节目内容 说想要增加资产 要靠投资 投资获益 只有靠工作薪水是不够的 我本身是一个需要轮班的工程师 年薪大概一百万 休闲时间呢 可以自己安排 工作压力也比较小 除了陪女友跟家人以外 就是看看课程 研究投资之类的 那最近啊 主管问我说 想不想继续往上升迁 我的想法是 升迁之后 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投资了 甚至要把工作带回家 那也要负担 这个管理下属的责任 虽然说本身并不排斥学习新的东西 年收入呢 也会因此增加三四十万 但是相对来说 投资时间变少 没有办法有多余的时间 多余的心力放在投资上 不知道是不是会因此 雇此失彼 错过赚大钱的机会 我曾经有一天可以赚到 曾经有一天是赚到13万的记录 夸号是按照社团课程操作的 希望您给我一点建议 谢谢 要做这种会影响你长期生活的决定 然后似乎两个选项都各有优缺点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这种时候呢 我这边提供五个方法 可以帮助你做出比较不容易后悔的决定 好我们一个一个讲哈 第一个回到你的人生目标来想 很多时候啊 我们做决定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习惯会回到我最一开始追求的事情是什么 我care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回归初心 像我自己在订公司年度规划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 如果我们发展这个新项目的话 是不是会跟我一开始订定 玩股网的企业目标是帮助投资人赚钱 会有冲突 像时常啊就会有那种 就什么 虚拟币交易所 会来问说能不能在玩股网打广告啊 会给我们高额的广告费跟抽拥 但是有些虚拟币啊 是会让人血本无归的 那这个就会违反了我当初已经订好要帮助投资人赚钱的目标 所以虽然说接这种广告可以帮公司提升获利 但是这种钱我不能赚 因为它不是我创立玩股网的目的 好回到你身上啊 对你来说在公司持续往上爬 这件事情对你重不重要 你会去很享受下面有带人这件事吗 还是觉得说这是个烂事 光是要不要带人就看你的个性 有些人呢 他就很享受带Tim 有些人呢 他就觉得当主管很靠杯 那只要看到你的Tim Member请假 你就要疑神疑鬼说 这个家伙是不是偷偷去面试 是不是要离职了 那我下面如果一直有人离职的话 我的烤鸡怎么办 还不如说我就顾好我自己就好 所以简单来说啊 就是增加的这个管理的loading 对你来说是享受还是折磨 那这边我会建议你不要只考虑到 增加薪水这边 就是要考虑到除了薪水以外的事情 钱是钱 但是为了这些钱付出的你的成本 那你也要多想一下 好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 把两个决定呢 就两个选项分别列出来优缺点 然后白纸黑字写下来 那你去想说哪个点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哪个点其实你根本不care 为什么要写下来呢 因为很多时候啊 在你写下来的过程中 你就等于重新强迫自己去思考整件事情 那你没有写下来的话 你又只是在脑子里面想一想 它其实时常会混在一起 你也想不清楚 你就觉得好像一团乱麻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 写下来还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拿着这张纸啊 去找你亲近的人 或者是你信任的人来讨论 你就一点一点跟人家聊 然后多找一些人来聊 对你都会有帮助 监听则明嘛 那可以帮你解除盲点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 其实盲点很明显很清楚 随便找一个人来看都看得出来 但是你自己看不出来 所以那个东西就叫做盲点 那多问一些人 听不同人的意见 最大的帮助就是帮你解除盲点 那要写优缺点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延伸一下 你可以参考六顶思考帽的模式 六顶思考帽就是说 有六顶不同颜色的思考帽 分别代表不同的思考逻辑 你只要戴上某个颜色的帽子呢 你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想事情 例如说红色就是比较从 情感面来出发去想事情 那黄色呢 就是比较从这个正面理性出发去想事情 这个细节有点不太记得 什么蓝色是干嘛 什么黑色是干嘛了 黑色好像比较理性严肃还是什么的 你这个自己去Google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去找朋友来一起帮你做 这个脑力激荡 好第三个方法 就是你试着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 史蒂芬科维啊 他有一本书叫做第三选择 书里面呢 主要是讲说跟家人朋友同事起冲突的话 可以怎么解决 但是原理其实也可以用在这里 大概是这样 就是你讲你的诉求 然后讲完以后换我讲我的诉求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来思考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达到你跟我的诉求 让我们可以双赢的第三个选择可以做 甚至比原本的双赢还要更好的选择 就是不要只想到说 我要升职 还是我不要升职 就很多人会只有这两个选项 非黑即白 不是一白就是零 那这种思考啊 其实很吃亏 我随便举例 例如说跟主管说 你对这个挑战 就是升职的这个挑战 很有很有兴趣 但是呢 因为你过往没有管理的经验 你害怕直接上任会做不好 那做不好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你可以先接部分的职务 你也不一定立马要调薪水 要调多少 因为反正多学点管理能力 对你总不是坏事嘛 那在你时间能够负担的前提下 多去做一些事 当然啦 这个不一定可以 因为每间公司 每个主管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这样 公司的管理职啊 他刚好有个缺 那一定得补人 没有这个人呢 就整个部门停摆 那你就很难 你主管就一定不会让你说 我先接一部分 你就很难这样干 但是我看你的描述 比较有可能是 主管觉得说 你这个人不错 能力不错 所以想要栽培你 那阶段是上任 就很可能会可行 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你的情况 所以我只能抛砖引玉 你再根据你的情况去想一下 是不是有双赢的方法 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用时光机理论 我在EP151 就是151集 有讲过时光机理论 就是有些事情 当下看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当你假装 把时间拉到三年后 五年后 你再回头来看 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可能我儿子跟我说 他今天不想念书 想要休息一下 那有的家长呢 就当场会抓狂 就开扁 但是如果我们用时光机理论 把这个时间拉到五年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这他妈的一点都不重要 小事情而已 一次的这个书没有念 就一天的功课 没有写 或者一天的书没有念 这个完全是不值得自己大生气的 那你的问题呢 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时光机理论 延伸到最大最极限的话 就会串回我第一点跟你说的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人生目标 其实就是你几十年后往回头看 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不往此生的 然后就是再往往前去回推 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啊 最适合你的这个选择 其实就浮现在眼前了 那当然不用那么极端说什么 我只能做预计 未来要磕在我墓碑上面的那些事了 那这个可是我想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可能20年后 30年后往回头看 那你会觉得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用时光机理论去想一下 好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 试着把事情反过来想 查理蒙格有说过 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 去想说我要怎么成功 这件事情的难度很高嘛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 我要失败一定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尽量避开这些事情就好 那这个的难度就低很多 你现在的设想都是 如果你接了主管职会怎么样 那你不妨反过来去想象一下 如果你不接主管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 例如说随便讲 可能你在老板眼中黑掉 或想说你这个家伙不求上进 或者是你未来跳槽到别的公司 可能会不好谈薪水等等等等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那我一下子呢 只想到五点可以帮助你做决定的方法 你先拿去试试看 有进一步要问我的你可以再问 那我希望就是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我很欢迎大家都留言跟我互动 这个节目对你有收获的 记得要去留言区 就是podcast留言区留个五星 那不一定要是投资问题才能够问 你也可以问我说你在职场上的问题 你在家里的问题 或者说你在个人成长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工作跟家庭经营 都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相处 就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那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跟看法给你参考 当然不一定百分之一百符合你的情况 但起码多了一种看法可以参考 那对你只有好没有坏 是吧 好啦 那我们今天节目先讲到这里了 OK就这样 拜拜